日前有微博博主發布影片 開著私家車上西安高鐵站站台接人 更說這就是排面這就是實力 有內地媒體聯絡到西安站 西安北站的車站工作人員 證實確實有提供給車開去月台接人的服務 同一對外收費價格是600元人民幣一次 乘客資訊和進出車牌號碼需要提前報備 不存在以權謀私的行為 內媒引述相關人士介紹說 這項VIP服務是正規流程形式 乘客可以直接在站台接送家人朋友 在站台拉行李後通過專屬的通道離開 更設有休息廳 據了解西安站、西安北站目前都有這個服務 另外亦有網民表示不少高鐵站都已經有這個服務 不過亦有網民就提到 2020年有女子開瓶置入故宮的事件 認為這個安排是不合理的特權 另外亦有不少網民認為有安全的隱患 馬佛超級英雄飾演鷹眼的美國影星 謝諾美維納 1月1日遭到橙雪車展過重傷 她目前仍然情況嚴重 市長施里夫表示 事發前有車輛被困在她的莊園外面 她上前協助司機脫險的時候不申發生意外 謝諾美維納遭到橙雪車展過 告知鈍性胸部損傷和骨科損傷 宋縣接受兩次手術後 目前仍然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情況嚴重但穩定 她的家人發表聲明 感謝醫護人員的照料和支持者的打氣 而她亦有在自己的Instagram上載自己在病床的照片 說多謝大家的慰問 但形容自己現在很難打字 不過都問候下大家 最近有一個媽媽發問 分享自己六歲兒子最特別的畢業典禮 天真無齊的小弟弟 令媽媽全程哭笑不得 那位媽媽開始寫說 不知道她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沉浸在畢業典禮中的兒子 完全不在意自己收到的花 和其他人不一樣 甚至很開心地跟媽媽說話 老師隨意地分 媽媽在文中解釋 說全班有28個學生 其他人收到的都是五彩繽紛的手工紙花 唯獨自己的兒子就收到枯了的花束 但媽媽也沒有帶髮雷霆地窄怪老師 反而在文中說 自己的兒子或者有點頑皮 功課不做 不開口 不跟著老師的指示 她廁所也不會說 透露有可能 學校中的老師都真的教自己的兒子 教得累了 她還說隱約知道老師都對自己的兒子不滿 但媽媽知道自己的小朋友也有問題 所以並沒有追究 對於兒子收到枯了的花束 她就說可能她很特別 順利畢業就好了 這位媽媽的超高EQ發文 都獲得網友稱讚 43歲的時任沙頭角警區指揮官 陸鎮中 涉嫌去年6月休班期間 在粉嶺聯和去街市熟食中心的廁所 非禮一個女人 同年7月 又在粉嶺一個停車場 涉嫌危險駕駛 和襲擊他人 案件星期三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押後至2月15日再訊 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裁判官准他以5000元保釋 但要交出旅遊證件 不得離港 每星期到警署報道一次 亦不可干擾證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4日公布 自1月8起 從中國入境日本的旅客 將必須提供陰性新冠病毒檢測證明 岸田文雄之前在2022年12月27日 曾宣布 自12月30起 加強對從中國 抵捕者的入境防疫措施 包括對於從中國大陸赴日 和過去7日內 去過中國大陸的所有人員 實施入境時檢測 而岸田文雄最新指 入境時檢測 會從抗原定性檢測 轉為精確度更高的PCR檢測 香港和內地最快下星期日通關 消息說 通關首階段 會先開放港鐵羅馬洲支線羅馬洲站 以及敏感度口岸 撤配額制 傾向每日5萬個以下 以先到先得方式取緒 1月2日晚上 我們的記者走訪了福田口岸 可見到口岸大門仍緊閉 但是二樓有著燈 有工作人員辦公 但是一樓大廳往香港方向 就仍然被圍板包圍 另外記者也有去到 羅湖商業城走了一個圈 發現商業城幾乎沒有人 只有幾間店舖仍然營業 商場攤位、剪銷檔口 全部都掩蓋了防塵布 肯德基、重慶小麵等等的食店 也沒有開門營業 整個商場就好像死成一樣 至於距離羅湖商業城 只是兩個地鐵站的東門老街 未知是否因為接近居民區 老街的人流上算可以 玄街店舖、大型商場 寶華樓、西華宮等等的商業 仍然有遇上營業 最好的老師就是Nature 教導你想表達的東西 例如說你走一些溪間 只要能夠將它在這裡的元素 在造景裏面擺出來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造景 二十多年前 因為新搬屋 太太說想擺個風水缸 看見一些店舖 展示一些水草造景光 因為它的光擺很高 所以我就不斷看 再加上水流 我覺得很漂亮 即是那種動作 看很多關於這類東西的書 看了之後就開始有興趣 接著就開始整個再大一點的光 去玩水草造景 香港水草造景是在世界上很先進的 最初來講是由日本發展得最好 再由香港、台灣再發射出去 但是始終人口很少 你說要它很成行 其實比較難做到 以資訊、技術各方面 是完全沒問題的 對於我來說 它好像一個畫作 或者是一個繪圖 或者是一個行為藝術 最好造景 其實能給予人一個 舒緩壓力的感覺 你平時忙碌之中 有一個舒緩的空間 我首先會構思 接著就畫一張圖 大致上 木、石的比例 我都會拿捏 就可以設置 因應那個程序就是鋪泥底 擺硬景 種水草 木和石本身是一些不動的元素 我希望在一些硬 不動的元素裏面 去展現一個動作 能力和能力的感覺 所以造景包含的元素很多 你在草圖方面已經畫了的東西 其實這些是類似藝術的東西 究竟鋪多大 需要有支架 或者有一個櫃子 怎樣包 這些可能是比較 科學和裝修的東西 你怎樣擺放植物 令到它的生態平衡 和合理性 可能就是 Biology 相關的知識 哪種肥料令到植物好些 或者它會生長 或者怎樣 這些可能是類似 chemistry 的東西 所有的知識 你都有機會涉及到 由大切都拿到 那些重物 做個 剪辱 剪辱